祷告两晨 听见台湾的祈祷 祈祷515 与其抱怨黑暗 不如点燃一根蜡烛 让我们举起祷告的手 每周五天 每天一次 同心为国祈祷五分钟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是罗东长老教会 王荣夕牧师 今天很高兴受邀请来这里 要特别为了宜兰县当中 有许多的监狱 在监狱里面有许多的受刑人 我们也许觉得这群人 不值得关心 不值得爱 但是他毕竟也是我们的乡亲 我们的朋友 我们要恳求主要帮助扶持 这些所有受刑人 特别我们也为了监狱的这些 所有的工作人员来祷告 他们用心的在管理 来教化这些受刑人 让他们能够得到更大的帮助 当他们有一天 离开了这个监狱以后 能够成为一个好的更生人 再进入到这个社会里面 成为社会的帮助 特别我们也要为这些受刑人家属来祷告 也让这些家属在他们亲人犯错的时候 仍然能够继续接纳他们 鼓励他们 让他们能够有一个新生的这个机会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特别为了千语的事工 要来祷告 主我们的上帝 我们再次恳求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真的是一个有限的人 从开始我们就是一个有罪的人 也许有些人他们因着罪的缘故 他们犯了法 以至于他们必须在监狱里面来服刑 但是这一群人仍然是你所爱的人 他们也是你所创造 因着爱的缘故 你期待他们好像浪子一样能够回头 主我们特别为这些受刑的每一位同胞们 或男或女或老或少 主啊求你给他们一个机会 在受刑的当中 能够接受好的管理 好的训练 好的调整 让他们有一天离开了监狱以后 成为一个更生人 进入到社会里面 成为社会的帮助 所以我们特别要为了这些 在监狱里面所有的工作人员 让他们有更大的耐心 有更大的爱心 能够协助这些一时犯错的人 能够有机会重新开始 我们也特别为了受刑人的家属 来祷告 主啊家里面有人因着犯错而受刑 这对他们来讲是很大的煎熬 主赐给他们有信心 有更大的爱 能够接纳他们的亲人 让他们有重生的机会 主我们特别为了许多 在监狱里面从事教化 特别传福音 这些更生团契的所有的工作人员 他们不辞辛劳 每一个礼拜 好几次进入到监狱里面 陪伴着这些受刑人 用耶稣基督的爱 用圣经的话语来帮助他们 让他们能够得着一个新的生命 不但是外表能够得到自由 让他们内心也能够得到释放 得到自由 让他们能够重新回到社会的时候 感受到这社会有更大的爱 能够接纳包容他们的时候 他们才有勇气 能够开始一个新的生活 主啊我们谢谢祢 让这个社会是充满着希望 谢谢祢有那么多的志工 愿意投入在更生的事工里面 让我们这个社会能够更平静 让我们这个社会能够减少更多的罪犯 让这个社会没有很多的恐惧 因着爱的缘故 让我们可以彼此接纳 因着爱的缘故 我们愿意给这些曾经犯错的人 有一个新生的机会 主谢谢祢 让我们这个社会充满着爱 充满着希望 让这些所有的受刑人 因着更生的事工 因着许多的人的帮助 他们可以看见希望 能够看见未来 谢谢祢 我们为了这些更生的事工 为了监狱的事工 来献上祷告 求主祢赐给我们 有信心 有爱心 有力量 有盼望 让我们可以勇敢地 继续向前行 谢谢祢 我们再次仰望交托 祷告 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本单元 是由国家祈祷早餐会筹备会 地区联导会 与佳音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请加入祈祷五一五行列 每天同心为国祈祷与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